《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天氣報告 我是橫德勤 受到股強烈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今日的天氣相當之凍下 看今日日間的國區氣溫分佈 普遍是在11至12度左右 比昨日的同一時間低了5至7度 天氣這麼凍大家要注重保暖 不要爛傷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天天氣方面仍然凍下 要到下星期一而左右 隨著天氣逐漸好轉 見多些陽光氣溫就會逐漸回升 看今日的天氣方面也能看到 今天外面也是一個比較多雲的情況 早上那時還有幾陣雨 衛星雲圖也可以看到 整個華南元朗受到大變廣闊的雲大所覆蓋著 代表我們多雲的天氣 詳細的天氣預測就是脈雲有幾陣雨 天氣寒冷 我們預計氣溫會介乎11至14度左右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北風 風勢間中清淨 我們看看氣溫的預報 預計未來兩三天仍然受著 一些藍藍指指的區域所影響 代表天氣仍然凍下 要到下星期一至二的時間 氣溫稍微回升 天氣展望方面 預計星期日早上天氣仍然是寒冷 以及有幾陣雨 隨後兩三天天氣會逐漸好轉 氣溫回升 今晚的天氣報告到此 下次再見 明天氣